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龙 非常高兴在这里再次与你相遇 以后我们会在这里每天为你盘点最新最好玩的汽车资讯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干货吧 即将在3月开幕的日内瓦车展上亮相的奥迪Q2再放预告图 新车采用了几何切割的腰线设计 前大灯为LED光源 使用棱角分明的折线设计 尾灯组略有不同 内部采用了T型光带式设计 据悉新车有望搭载1.4TFSI 2.0TFSI汽油发动机 以及2.0TDI的柴油发动机 传动系统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 6速或7速双离合变速箱 预计将于今年秋季在欧洲市场率先上市 日前斯科达官方宣布将为旗下车型普及无线手机充电技术 该系统已经成功于谷歌 黑莓 LG 三星 索尼等手机进行兼容 但目前并不支持iPhone 需要借助专门的手机壳才能完成充电 该系统将于今年4月开始在海外明锐和苏派车型上推广 至于国内嘛 再等等吧 早晚会来的 近日一组马自达CX4的内饰叠照曝光 从叠照来看 新车内饰设计保留了概念车上的结构布局 中控台设计简约时尚并配备了独立的液晶显示屏 根据此前的消息 新车前脸仍采用钝形设计 车身整体线条看起来非常运动 目前暂时还没有动力方面的消息 不过该车应该会搭载马自达创世蓝天技术发动机 近日有网友爆出一组疑似国产新款一虎的陆式叠照 新车延续了海外车型的造型设计 尾灯采用全新造型并使用LED光带 动力方面预计将继续使用1.5C和2.0C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预计会在年内上市 Smart公司近日宣布将在3月开幕的日内瓦车展上 推出由巴伯斯操刀改造的Smart 4.2厂棚版车型 新车将采用更大尺寸的铝合金轮圈 搭载0.9T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此外悬挂和刹车系统都将会有所强化 据于湾媒报道 作为大众排放作弊事件的补偿 美国环保部门要求大众在美国生产电动车 并参与充电站建设 至于大众方面是否需要为此推出新车型 暂时还没有消息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我们明天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